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也是起初在韩国发展的 可是在韩国发展的却并不怎么样 无奈之下选择回国 想不到却红了一把 但是他有着做法 却被人所吐槽 他就是周杰琼 周杰琼这个名字 想必大家近年来应该听过不少次吧 前一阵大火的偶像练习声 不仅让半成成 蔡徐坤等一众偶像顺利出道 踏上了娱乐圈的征程 同时作为导师的周杰琼也同样的走红了 他能担任导师职位 一开始就被很多人质疑 但是想想他是参加Reduce101作为偶像出道的 大家也就是然了 虽然周杰琼在韩国出道之后 发展的并不好 而且还受到排挤 但是回国后人气骤然飙升 他还上过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 还有天天向上 大家都知道一般有潜力的 艺人或者近期很红的艺人 才可以登上的舞台 然而随着他红起来之后 网上有很多人爆出他的很多黑料 他非常的嫌隙中国人的穿着 而且不止一次表示 觉得自己就不是中国人 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这也让他被很多人质疑